这是近期大破捷在海拔2500米的肯尼亚高原进行训练的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从头到脚从上到下从前到后左左右右 365度无死角的展现了大破捷最近的跑自技术状态 这也是大破捷专门针对23年3月5日东京马拉松比赛所做的系统强化训练 很多人都说大破捷最近变胖了 这个锅大破捷不愿意背 如果不是变胖了那他一定是变壮了 确实如此 自从2015年加入俄勒纲计划 大破捷就进行了长达七年不间断的系统的针对跑者的力量训练 和七年前的那个大破捷相比 他的肌肉维度明显大了一圈 所以对比七年前的那个大破捷 他真的不是变胖了 他是实实在在的变得更加强壮了 18年的跑步生涯让大破捷变成一个修行者 他不断的在优化改进自己的跑步技术 如果你用新的观察对比 你就会发现大破捷现在的跑步技术相对于几年前变得更加的成熟老辣 是的用老辣这个词 通过对比你会发现 他的腿部力量相比几年前也明显的更加强大了 跑字六字真言中肩颈两头松 在大破捷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中肩颈核心收紧 两头松 他的上半身头比较放松 脖子放松 肩管件肘管件腕管件都非常放松 下半身呢 他的大腿膝管件小腿脚踝也是非常放松的 他的腰背挺得很直 抬头略收下巴 目视前方 前后摆臂 前不露肘 后不露手 你仔细观察会发现 他每次摆臂是大拇指的延长线 是在鼻尖方向 因为鼻子是身体的中线 摆臂不要超过身体中线 跑步是一个上半身带动下半身的运动 所以说要体会重心在前 上半身带动下半身 以宽带腿 大腿带动小腿 腕拿腿早落地 早落地的目的是为了让身体重心快速跟上 跑步是身体给地面的反作用力 来推动人体的重心向前 所以我们要学会利用重力 做重力的朋友 腕拿腿的目的就是充分利用到身体的重力产生的反作用力 驾驶有劲向后使 而不是向前胯 合理白腿 积极下压 积极落地 充分后登 这里的充分后登 不是让你玩命后登 也不是没有后登 而是说充分后登 18年的跑步生涯 让大破捷变成了一名修行者 对人生的感悟 他似乎更有话语权 如何应对焦虑 如何恢复体力 如何饮食和力量训练 为什么他那么叛逆 失败的时候他在想什么 大破捷说跑马拉松是体能大概只占60% 剩下的40%则考验的是精神力量 他是亚洲跑步界的颜值担当 明明可以靠颜值示范 却靠马拉松征服世界 1991年出生在东京的大破捷 在小学跑类中 发现了自己的跑步天赋 在初中开始改练长跑 在上大学之前 就已经在日本天津圈小有名气 在超高人气的香根异传种大破捷 重演了漫画中才会发生的新节 在个人区间连超几人逆转拿到冠军 大破捷就此一战成名 2014年大学毕业的他 就展示出日本长跑第一人的潜质 为了追求更好的自己 在世界长跑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他勇敢的脱离舒适圈 加入美国的长跑魔鬼训练营 俄勒纲计划 和长跑名将法拉赫和盖伦如虎成为队友 同时也是该训练营的首位亚洲选手 训练两年后 2017年波士顿人生首马 2小时10分28秒晚赛 全世界未知震惊 随后的芝加哥马拉松 2小时05分50秒刷新 蛇勒犹太的亚洲记录 东京马拉松又以2小时05分29秒的成绩 刷新了自己的PB 拿到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 他潇洒飘逸的跑姿 配合超高的颜值 成为全球跑圈的热门偶像 更多人关心大破捷是这么训练的 很少人关心大破捷是如何思考的 这是一些人练到一定时候 无法提高的原因 18年的跑步生涯 让大破捷变成了一名修行者 对于人生的感悟 他似乎更有话语权 如何应对焦虑 如何恢复体力 如何饮食和力量训练 为什么他那么叛逆 失败的时候他在想什么 如果你想更深入的了解大破捷 成为大破捷 甚至超越大破捷 不仅仅要知道大破捷是如何训练的 更要知道大破捷是如何思考的 因为思维决定行为 行为决定结果 他潇洒飘逸的跑姿 和那傲人的马上成绩 不过是他思维模式的结果呈现而已 人生的烦恼 竟然都能在跑步的过程中 找到解决方案 对那些不经常跑步的人来说 在大破捷的这本书里 有繁体中文版价格高不说 看起来也着实费力 而现在中信出版社原版引进出版了 精美的简体中文版 大破捷这本只有全力奔跑过才知道的事 我拿到这本书非常兴奋 花了三个小时一口气就读完了 却得到了非常蜡塞的惊喜 顿不止语 更是感觉少跑了一万八千公里的弯路 这本书浓缩了大破捷 18年跑步生涯的新入历程 他的思维模式 他对跑步的起雾精华 都在书里全面呈现 字数不多 却是字字珠基 句句真理 偏偏经典 我们一起祝福大破捷 在即将到来的东京马拉松 能够再次超越自己 大方异彩 关注我 学习更多马拉松精英的跑步哲学